- 欢迎收看今天的当新闻 我是主播李真心 婚后如何相处是难题 有一名男性表示 和老婆在一起十年了 仍是吵个不停 谁不是吵架 为了给小孩好榜样决定约法四章 包括小孩面前不吵 吵架不能无节制 只能吵五分钟 时间到就要回复到 吵架前的一个动作 而且还要用闹钟来计时 还有不能在双方父母面前吵架 也不能搬父母当救兵等等 约定好之后两个人也都可以遵守规则 但最近一次和老婆吵架的时候 吵到一半恰好岳母来家里 一看到就很紧张地劝架 说是吃那十块 手机闹钟响通知 五分钟结束 男朋友和妻子马上回到吵架前 心平气和的状态 还问妻子说 老婆晚上要吃什么呢 此举让岳母相当傻眼直呼 此闻曝光后引起热烈讨论 还有人说 这招好像让彼此生活更有趣了 夫妻之间在家务 以及教养小孩的责任增加下 冲突 争吵绝对少不了 到底还有哪些吵不完的事情呢 请赶美一下报导 欢迎收看 真心分享小铃铛 今天特别 今天太特别了 男生一边 女生一边 惊畏分明 这肯定是有一场大战 我先欢迎我这边人妻代表 来来来 重点是 我大概有十年在电视上 我都没有看到雅雅 你算是看她从小长大 真的 我是 男生代表 这位非常地眼熟 下一扶位就是佩甄的老公 不要再给她这个title 她是 权威医美医师 做动 曼谭 高山峰 可以游戏 那我们权威小儿客医师 陈慕隆臣医师 欢迎 今天这样子 我真的是很紧张 你怕你老公乱讲对不对 只要上节目就是 一直在算自己 有没有广告破口 然后就会跟我乱 乱做效果 跟我讲一些有的没的 我老婆也没好到哪里去 对不对 听说你今天是她来之前 你有给她封口费 没有 她十年没上节目 就是十年前我跟她抱怨 我说你有时候 不要为了配合制作单位 是不是 然后 毛起来瞎讲 有一次那个题目说 玉琳哥如果不工作 在家做干嘛 她直接回答说三个字哦 看A片 真的说真话 我大吃惊 我跟她吵架说 真的事情怎么看 这个节目讲出来 大家录影哈达哈达 过了就算了 对 有小孩之后都在 有小孩之后 看了也没用 小孩睡我们中间啊 所以你看哦 小孩假在夫妻中间 应该有很多教养上会 因为小孩产生的问题 所以啊 教育小孩每个观念都不一样 真的是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个吊 同途一 同途一 爸妈不吊不一 对小孩规则不同 我们家Jeff就很严重 因为他跟玉琳哥是同款 Jeff是他老公啊 对 就是同爱女儿到一个最高点 就是女儿说什么做什么 都是可爱对 棒一百分 然后再来就是 比如说我女儿就是小时候 买玩具啊什么 然后在地上 就是也还是会扭动说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我说你要珍惜你的玩具 每一样都得来 妈妈爸爸赚钱这么辛苦 再加一点情乐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你要不要看他这个影片 我就把他拉到百货公司的角落 就说哎 你看 非洲的小孩这么可爱 我就找像每个妈妈 那是一个难民的影片 都会 非洲小孩很可怜的影 没有没有 我老婆手机 不只非洲小孩 骨瘦如柴 后面还有一只秃鹰 对 有那个恐怖 有有有 听说每个妈妈 拉到我那张照片 后来被妈妈拿来 那个给小孩一个警惕用的 然后因为我女儿看了 就很害怕 她说好那我不要买了 就是她会比较珍惜 然后像小时候玩玩具 她比如说佩甄姐 玉莹哥来我们家 长辈来 我就会说要打招呼 但我不会就是在外 就是宾客面前骂她 我就会等客人都走了之后 我就说你刚刚为什么 只是顾玩玩具没有抬头起来 跟大家说哈啰 这样是不礼貌的行为这样 我老公说你不觉得我女儿专注玩玩具 她说好可爱吗 她就是一个专注力极强的孩子 这样小孩会变双 她到底要听谁要说 妈妈在叫的时候 老公在她旁边就是要闭嘴 我代表卓夫姐 要回应你这三个 吃饭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小孩不是贵宾狗 你那套方式是 什么贵宾狗 你那套方式是养贵宾狗 说那狗不吃 然后在那边要吃不吃 你把他拿走 下一次你拿出来 他就哇哇哇哇就吃了 那小孩是那种小孩 都喜欢拖时间吗 其实也不差那点时间 怎么会拖擦啊 那又是你在喂 对啊 真的好笑啊 小孩不是你 你反其一下啊 你不然要干吗 什么事 我又在帮你 你不要弄我了 我又在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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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杯 给我水杯 我要给我水杯 你也不可爱 我女儿已经玩具 买到把房间都炸开来了 对 那妈妈跟你一样 就说爸爸赚钱很辛苦啊 不要那个重复买玩具 当当费钱 妈妈没跟我泡好 对 因为没多久 我女儿问我 爸爸那个 妈妈不给我摆玩具 我说为什么 她说爸爸赚钱很辛苦 不会啊 我赚钱蛮轻松的 太帅了 真的 是 你赚钱比较还轻松 没有啊 但是我小孩会说 那个妈妈说赚钱很辛苦 我说对 妈妈赚钱很辛苦 你不要拿他的钱 拿我的 好烈哦 这样是不是很破坏 对很破坏 我一直说不要为了一个玩具 搞得大家气氛不好这样子 那是观念的问题 像我老公就是什么都买给他 然后女儿一句话 他就是使命必大 他就说我就是要女儿负责 让他以后追的男生 看不到我的车尾灯 我听到这句话好熟悉哦 我们家也常常会有人讲这样的话 那女儿听我们真心话的话 他讲那个是原因一 原因二是 因为小孩都你妈妈 什么事都找妈妈 爸爸很失落 对 好 那个母亲节盛大庆祝 父亲节呢 我们 小孩靠我们可怜 爸爸今天是父亲节 那母亲节 我有唱母亲节的歌 父亲节我也带来一首歌给你 世上只有妈妈 妈妈 同一脚就有 同一脚啊 爸爸都不改就对 然后 平常你难得找我们 对不对 偶尔打来一次电话 喂爸 我很开心 我女儿会找爸爸 爸 妈呢 他不见了 好 所以我们 讨好他都来不及了 所以有点是讨好的心态 希望跟他那个建立一个良好的互动 有时候也是这样 因为爸爸真的是比较忙 带的时候就赶快宠一下宠一下 因为我儿子真的他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看到什么要买什么 搭高铁要买高铁模型 搭飞机要买飞机模型 那你有答应他吗 我没有 一开始我都听我太太的 对 他要买什么 就很压抑 后来我发现 我儿子大到一个程度 比如说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他还在无穷无尽的就是 看到什么就想买什么 那个感觉 一上了国宜之后没了 他不这样做了 他就没有那些 所以他回到家看到自己的玩具 我就说这些玩具都是你喜欢的 他说没有 我现在不会想买这些 我现在对这些没兴趣了 所以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在那个阶段就满足他吧 因为那时间到了 他自然就会想了 后来我女儿因为比较小嘛 妹妹 所以他要买什么都 好可以可以可以 那每家的状况不同 亚亚你讲一下我们家的状况 哈哈哈哈哈哈 你讲完了 我要讲 你是讲究的朋友吗 还没讲 还没讲 好想听真实的版本 让大家来听听理 我喜欢跟小孩讲道理 譬如说他刚刚讲买玩具这件事 东西是已经有了 就不要再买了 不能这样子一直欲求不买 对 我在跟他讲道理的时候 他就会说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什么事都没关系 因为我追求和谐 哈哈哈哈 也太合了吧 这些老婆很明显的内心不是很和谐 就不要为了这种小智老婆 大家在那边吵架 他说我在跟小孩吵 他很忌讳 可是我们在讲 我讲说他们在吵 对 因为他觉得他们不是在吵 你可以先让你老婆把话讲 哈哈哈哈哈哈 我好难讲 我完全没有 我都讲得忘记了 然后你讲你讲你讲 因为我都听不下 可是我忍不住 你说你不住 对啊 然后呢 你就不要一直说 我在跟小孩吵嘛 对 你要站在妈妈这边 说对 妈妈讲的是对的 你要听妈妈讲 妈妈有时候在跟你说这个 你就是要认真听 然后不是在那边说 你不要跟他在那边吵 那譬如说你跟小孩讲话的时候 你会怎么讲 是听起来是真的像在吵吗 还是 是大声一点 一开始我们都会很和平的讲 对 对 不要哦 这个我们家里已经有了 不要再买了 嗯 然后他就 不要啊 我要买 不要哦 家里已经有了 不要再买了 稍微 快走 哈哈哈哈哈哈 对 大概讲三次嘛 大概讲三次 就会有点 牙齿 就来了 我觉得 应该每个妈妈都是这样的 她们太像情侣啦 就是 什么情侣 温柔小声 然后后来开始慢慢大声 对 那我警觉即将有一场大战 对 哈哈哈哈 所以你赶快要自杀 她每次讲 我们是情侣的时候 对 她在吃醋 哦 因为没有人在跟她吃醋 没有人理她 没有人理她 上个月在躲妙啊 我晚上十点半在带货直播 紧锣密鼓 然后电话一直在震动 我那里来看 Christine我女儿 大事不妙的 我女儿几乎不会打电话给我的 然后我女儿就 爸爸 爸爸你赶快回来救我 我说怎么了 妈妈在骂我 妈妈说 你去找你爸爸看 你爸爸会不会回来救你 然后说 犯什么事了 我 我把妈妈的泡面倒掉了 我说哎呀 她干嘛这么气 那一定是不小心的吗 没有 我是故意的 对 这件事爸爸 爸爸用笑的 可是用笑的就不会 我觉得她好好笑哦 小孩怎么那么诚实啊 什么 你应该要教小孩说 妈妈可能是很饿 妈妈想要先吃泡面 你怎么可以把妈妈的泡面 丢掉 可是她到底为什么要给你倒掉 因为至今是一个谜啊 对啊 那你不问她 你现在来问我 对啊 你要笑 你真的要笑 你很好笑 后来我有问她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我们一定要事后问她 为什么要这样 她说因为我先吃饱了 就不陪她吃饭 因为你没有陪她吃饭 我女儿太黏她了 那个时候都要在一起 昨天吵一整天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老婆起床 只是疏忽一件事情 没跟她讲Good morning 哈哈哈哈 我女儿觉得妈妈不爱她了 一整天在纠缠说 你没有跟我讲Good morning 很玻璃心欸 来 我就说那你 那爸爸都没跟你讲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反正她都是这样 我没有存在感 好可怜喔 其实听起来她们吵的是 这种爱的吵 我就说你怎么不看看爸爸 我说 她就这样 哈哈哈哈 我们家她都这种悲惨的事情 我跟我女儿肩并肩 坐在客厅看电视 她拿起一瓶饮料 然后妈妈明明在很远 妈妈妈干什么 帮我开瓶子 然后妈妈很远说 你爸爸是死掉了什么事 哈哈哈哈 然后爸爸不会开 哈哈哈哈 别问都没问 东西人也当不上的爸爸耶 哈哈 没有共鸣啊 哈哈哈哈 没有 我不是要讲 我接下来交给你们了 你要走出去休息了 你看 我以为你要这样做了 我教小孩数学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受到你的影响 我今天发现 我有被你影响 因为每次帮小孩写数学 然后我就说就这样算 算出来 答案就是C 然后小孩说 蛤 为什么是C 我说 大声就有用信息 因为我已经教到不知道怎么教 我就会被你影响 因为我小孩现在一个 国二一个国三 青春期 那我认为青春期的小孩 本来就会有点叛逆 人不叛逆往少年 对啊 我会以为他还没有开始发育 然后那 那所以像我 小孩都会从小就逼他们弹钢琴 然后呢 那那现在 逼他们弹钢琴 逼他们弹钢琴 小孩子钢琴不逼是不可能的 真的对对对 但是他们现在国中不是 科业比较繁重 所以就常常就会 假装就忘记弹钢琴 那我老婆的工作 因为就是每天说 你弹了没 你弹了没 没有大声欸 对不起没 你弹了没 你弹了没 然后有一次他可能 就是跟我女儿讲话比较大声 就是可能他也有点累 女儿不爽 然后就直接走去 然后就甩门就进房间 对 然后我老婆就是整个 就整个火就上来了 就直接要冲进去 要照我女儿的理论 对 我真的是拼命的把他拉住 你不要吵到鱼 对对对 我就把他拉住 就是跟他说 小孩 这个青春期就是会这样 其实我以前也会甩门 所以甩几次 他后来发现甩门没用 还是要上去弹钢琴的时候 他就不会甩 钢琴是一个记忆 那不是每个小孩有这个天分 那我们讲的女儿被逼到不成人形嘛 哪有 然后我女儿是在训练 朗朗的方式这样在训练她 我有一天没办法 因为他们母女又为了谈情事 在吵了 我终于出面了 什么吵 对 在共通了 我大声地讲 我说 演言呢 他就不是这块料 不要再逼他做他不喜欢的事情 你知道妈妈把女儿带进房间 你跟我讲 你只要讲不喜欢 从接力开始 你生命当中没有钢琴 你喜不喜欢 女儿说 你喜不喜欢 说啊 说你不喜欢 然后他就把女儿 前女儿打开房间门 你跟爸爸讲 你喜不喜欢 我说你讲了 演言不喜欢就说不喜欢 爸爸 我喜欢 好真诚 没有没有 那个节骨页不能说出真话 我每次去做伴侣谈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先生讲一套 太太讲一套 然后说 心理师你说 我说谁 谁是说是对的 对 然后把我拉在他那一国 基本上不会有夫妻是理念一致的 真的是不可能 所以理念一致没有问题 那重点是 有没有一个共识 因为孩子啊 他其实也会很困惑啊 爸爸说可以吗 妈妈说不可以吗 到底我要听谁 妈妈说要谈 爸爸说不用谈 一定是要听那个比较宽松的 对 所以然后另外一个就觉得 你都在扯后腿 对不对 所以他就 太太就会越来越多的怒火 还是要讨论出一个共识 然后不要在孩子面前吵 因为孩子会很困惑嘛 所有的爸妈 其实都是希望交出一个 又聪明 然后又有挫折忍受力的孩子 这是所有爸妈一致的 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心理学很有名的研究 这叫做 成长型心态跟定型心态 成长型心态就是说 不管你的天分怎么样 你只要努力 你就可以进步 那定型心态就觉得说 你出生下来 你的聪明才是固定的 你没天分 看命盘就知道了 对对 看命盘就知道 这个没机会当钢琴师 所以不要练 但是这个定型心态的孩子 他会怎么样 他就会觉得说 既然都偏注定 那我就不用努力了 所以当他们在犯错的时候 当那个科学家去照他们的大脑 就发现 他们犯错的时候 大脑是不会运作的 因为错误是不能改的 注定的 可是成长型心态的孩子不一样 他们在犯错的时候 他们的大脑是非常的活动 很剧烈 因为他在想 我下次要怎么样更进步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 越来越聪明 钢琴越来越好 越有错的人受力 你就是要想办法 让他有这个成长型心态 那怎么做呢 我们以刚刚的弹钢琴为例好了 你就不能跟他说 我觉得你就是没天分 或是我觉得你就是很有天分 你真的很聪明 他这么好听 真是太棒了 这种称赞结果跟你的天分 孩子就会觉得对 那就是天注定 那你要称赞他的过程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你练钢琴的时候 很专心 好像这个小时 你都可以自己坐在那边好好练 或者是说我注意到 你今天主动去弹钢琴 称赞他这个练习的过程 那当他做得不好的时候 你就不要跟他说 你总是这样 每次都要我叫你才会去练 然后最后还 那你们家基因就是这样 有天生的 我是觉得人是顺着天分做事 我女儿弹琴要她命 可是我女儿送去跳舞 哇 她如鱼得水 她在教室跳 回来还要跳 回来自己跳不够 还要教她的爸妈跳 她兵无老师的 很严格 我在那边跳的时候 爸爸 所以她是认真开心在这件事情上 就是要让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用爱出发点 然后用鼓励代替责备 所以应该不可能 这个年代还有人在体罚小孩吧 我们在座就有人这样干过 怎么可能 蒙腾 体罚制度不能废啊 蛤 你这个政治好不正确啊 政治的确是不正确 但是呢 爸爸妈妈你先扪心自问 我今天为了什么要去提罚她 那你为什么不能用讲的一定要提罚 有一天我在客厅做事 卧室里面传来我太太尖叫的声 就是啊 有点像是罐头恐怖声音那样子 是这样吗 很类似 我真的吓到 我赶快冲进房间 发现我老婆就跌在地上 继续在哭喊 维持刚刚我在外面听到的那些音 很凄惨 然后呢我就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然后我就发现我儿子 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大概四岁 还是三岁吧 就站在那边 然后 白若目击 完全不敢动 哎哟 然后我才发现说 她趁我老婆要坐到梳妆台前面 化妆的时候 神不知鬼不觉把那 蚁子抽着 太调皮了 然后我太太是完全 你知道那个坐下去 你完全没防备的时候 那是整个尾椎骨 直接就重击在那个地板上那样 然后 我老婆在那边哭 然后我儿子在那边 我那时候第一个 第一个反应是 就是 整个压起来 我就冲过去把我儿子抓起来扁 然后呢 你第一个念头不是把你老婆送去医院 对啊 你敢先把你老婆送去 送医院检查吗 太气了啦 对那时候真的太气了 这件事情还是我老婆提醒我的 他一边在那边哭一边 不要打 他再打就我死掉了 然后我儿子也是被我 打在那边哭 我们在做体罚这个动作 其实有部分是在发泄 爸爸妈妈自己的情绪 除此之外 孩子在犯了错的时候 他接受到的是痛 他下次不敢做这件事情 也是因为之前的痛 那其实比起 我们好好地告诉他说 你犯了什么错误 这个错误是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这两相比较起来 我们还是要 应该有一些适当的解释 举例来说 我们常常看外国的电影说 你犯了什么错 接下来两个礼拜不准出门 那个叫禁足 这个叫做福利的剥夺 就是说我们可以限制 他的某一些动作 让他得到一些教训 我自己的经验 有一次看门诊的时候 那个孩子大班 然后吸鼻涕 小孩子不愿意吸 爸爸妈妈还是坚持要他要吸 吸完之后 小孩子就哭闹尖叫 爸爸就说 走了 不要在这边浪费人家的时间 爸爸的意思是请妈妈 把小孩子也一起带走 爸爸就先出去了 结果妈妈就绕了一句话说 你在这边哭好了啦 你随便你哭啦 哭到你想清楚了再出来找我啦 妈妈也走了 那时候我在看门诊 下面还有很多病人 你代替母子 小孩子丢了 孩子就在那边哭 所以我都会 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很希望 那个爸爸在给那个小孩一巴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有那些鸣啊 哈哈 你老实说你内心的时候 应该有希望 就算我有这样子的 希望你看他打他一巴掌 还是摆在那里哭 我记得有一次 我真的很生气小孩 是我有点想要体罰他 是因为他我在点蜡烛 他就一直在摸那个火 那是不是很危险 他想把蜡倒出来 那是不是很容易引发火 他就是一直想要去弄那个蜡什么 然后想要玩 我们想要说抓过 他其实不会烧伤 但是很恐怖 你都这样搞不好吗 你皮真的比较厚欸 没有 这种抓针是不会有事啊 是危险 或者是譬如说玩热水器这种东西 这种是不是你就该很严厉的阻止他 因为这会酿成大祸 我上一次养狗的时候 就已经懂一个道理 上次养狗 因为因为 我很多讲小孩的理念 都来自于养狗你知道吗 现在绝对不会有人告诉你 可以打狗 不行 后来人家说狗不打 他怎么会乖乖去大小便 他怎么会乖乖的时候 不会去抓沙发抓家具 我跟你讲 你用爱的教育 他真的会听你的话 跟小孩要你跟他沟通 或者用福利剥夺法也可以 好 爱你不乖喔 那可能我这餐呢 那个吃的东西就变少了 早一点 对 然后你好了 我就多一点跟你吃的来讲业力 连狗都可以用这一套了 何况是小孩 有时候我们针对 对于老公在婚姻上面的米 是用走路 对 你多一点的肉铃 用剪刀给你多一点 好 我们担辣不辣多 对 冯金烈圈 好啦 还有一种冲突呢 就是 真的是讲都讲不听 坏习惯永远改不掉 他刚开场到现在 你耳朵痛不痛 有点 你还听得到吗 对 敢不听 他就很容易 声音很大 因为我们家里是有一台iPad 是给小孩用 有的时候他们打来 不小心按道 我正好接 我正好接就断了 对不对 对 那我想说一定又出大事了嘛 再回播回去呢 那家是有什么大事 谁晓得现在社会哪有一定的 你回来又有大事 会吗 而且回播在没人接 那是不是 会更紧张 更大事了 因为会觉得好像刚刚谁打那给我了 然后怎么样 是不是很急 放在家里 没有 我们在外面的人回播没人接 一定以为出事啊 手机这种事很奇怪 你就会认知说 在我看见 譬如说这个芽芽女儿 看见她母女的时候 她们手机都不离声 对啊对啊 为什么打电话 为什么会不会一次两次 她就没人接 那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遇到歹徒 还是怎么样 对啊 你讲那些都是在外面 但iPad是在家里的 我怎么知道你们是用iPad打的 对 女儿就是iPad啊 我们只看到上面是秀 他们的名字而已啊 好 所以她那次没接 然后呢 你看你跟你女儿多不熟 我们第一时间慌了 根本不会去想到那么多 她有办法在那边想 我们心心癫癫就是说 糟糕他们会不会出事 他们出事 对然后她一回来就说 对 关门就说 我晓得我接电话 搞什么东西 对 然后女儿就看着我说 不要回话 所以她也想说 这个时候不要再回话 对 我们会知道不要回话 但爸爸的习惯 她就是很大声在讲话 然后搞到女儿遇到事情 就会用大声在讲 我就跟她说 什么时候要大声 遇到坏人的时候才要大声 你无时无刻在大声 人家就会以为你是 棒羊的小孩 只要是她不接我电话 大概两通吧 譬如说她刚刚中间打一通电话 我在录音的时候她打给我 我没接到 我想说一定有什么事情 还蛮急的 因为她平常不太会跟我联络 真的一整天都没联络 然后就想 有打电话 那我赶快回电话给她 因为很想跟她问清楚 就很急 可是她就一通两通三通四都不接 你为什么我都不接 我说回家我也是大两个 我没听到 但我不会大声 我不会大声 我只会说 你怎么刚刚都不接电话 对 可以不需要大声 可以说为什么刚刚没有接电话 你刚刚要给我又不接电话 然后我就跪下来说 对不起你 我跟人家没接的电话 然后女儿就会学她的大声坏习惯 对 然后她就讲一句 爸爸也都这么大声啊 大声有什么关系 哦 就真的是态度不好的 因为你大声就是凶嘛 女生大声很棒啊 那你太香 像我女儿吃东西 永远就会剩一口 哦这个真的 我觉得爸妈真的受不了 以前小时候一碗饭给她 吃了剩一口 我说太多 我觉得沉太多 我就给她半碗 结果她也剩一口 所以我就发现 你不管给她多少 反正她就是会剩一口 她这个会不会是老祖宗的智慧 就是 做人留一线 日落后见面 她那个多也留一口 饼干也留一块 巧克力也留一口 所有餐桌上客厅 全部都留一口 她这个真的有佛元 有卫灯啊 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 说你为什么就是 你 就只差这一口 你到底怎样 她说 阿妈都留一口 她说妈妈都留一口 我瞬间晃得到 我居然跟她交往了快二十年 我居然没有发现 她每次都留一口 你也都留一口 不好意思 我是留半碗 哈哈哈 你不知道女明星有多幸福吗 女明星就是要维持身材 什么都不能吃完啊 像我们还有一个事情 想要讲 要干嘛 来 今天来录影 自无自演 因为像我女儿也是就是会 都会跟爸爸撒娇说 你就是要买什么要买什么 然后妈妈就会说 阿你已经有了怎样 如果我在 她就会跑过来跟我讲 反正我就会买 如果我不在 她现在有时候也会顶嘴 她就会说 阿你衣服那么多 你还不是都在买 对啊 对啊 阿你 对啊 妈妈是女明星 妈妈大家要买衣服 要不然你明星要穿什么去外面 阿你包包那么多颗了 为什么还要再买一颗 你又不是牵手观音 你 你不知道女人的光彩 来自于男人的慷慨吗 对 对不对 大家会觉得说 哇你这老婆照顾得好好喔 这个道理我也跟我老婆讲过 那小孩喔 你给她吃好 穿好 她爱买什么就给她买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吗 山高是下猪狼啊 对 不是狗丢脸 是主人丢脸啊 哈哈哈 我到底也怎么养成这样啊 对耶 路人当下都会说 你一定给人家饿道了 不 没有我都买啊 是我的意思是说 她就是会跟妈妈顶这些东西 可是心里的满足比较重要啊 对 你为什么一直给她 一直给她 不值得 但她也没有跟你比较好啊 我对她这样 她都没跟我比较好的 我如果再不这样 那我不是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 可是心裡 因為他心裡覺得爸爸就是不在家 你要跟他講 該講的時候要講 你不能只有買東西給他 說來 我買 我跟你講 他也可以買給我 我們都女兒啦 你也可以買給他女兒 爸爸取暖 陳醫師你也過來好了 對啊 打腦給你好了 對 給爸爸 心裡的門訣比較重要 他們只是想把狗養得漂漂亮亮 這樣也要被考慎 陪伴還是最珍負的 不要說自己賺錢很辛苦 在外面怎麼樣都沒有時間 而且你說人要什麼 人要衣裝喔 對啊 那也是走出去那一刻啊 他在家他還是不滿足啊 爸爸 對 認同 爸爸發白眼有什麼用 大環境來講 媽媽陪伴孩子的機會真的比較多 所以爸爸也要多多陪伴孩子 孩子在看阿信看小甜甜 不是他自己看 爸爸要坐在旁邊讓他問 他有問題要能夠回答他 他才能知道說 爸爸希望你知道的是什麼事情 那第二個是 夫妻之間的溝通啦 說孩子有事情就告訴爸爸 然後爸爸就直接去罵媽媽 或者顛倒過來 孩子有事情就告訴媽媽媽 媽媽就去罵爸爸 這其實都不是很理想 我們當醫生的講話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為很容易公親變嗜族 而且順了孤意為了掃意 找到醫生一直在吃菇掃完 我之前門診的時候 好滑喔 我之前門診的時候 有遇到媽媽帶孩子來看病 爸爸也有來 但是爸爸就是兩隻手插著 就站在後面 沒講話 就這樣就這樣 但是這種沒講話 從頭到尾沒講話就算了 可是他要離開之前 他就問了我一句話說 陳醫師 國小一年級幾點歲比較好 爸爸要離開之前插著腰 就繞了這句話 好像不相干 對 而且媽媽就在旁邊那種表情 就是你這時候問這個問題幹嘛 我就說國小一年級 那基本上六到八小時至少 晚上超過十點歲都很誇張了 爸爸就說 你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原來爸爸是希望孩子早點睡 媽媽是真的晚上追劇 孩子看到媽媽不睡 孩子也沒睡 有的時候是 孩子靠在媽媽身邊說 媽媽你要去裡面睡 你再叫我 我再進去睡 所以真的兩三點 才進去裡面睡 然後這個孩子隔天早上起不了床 甚至在學校成績不好 媽媽就覺得國小一年級無所謂 我這時候就真的只能站在比較客觀 中立的立場跟他說 早一點睡 精神好一點 長得高一點點 免疫力好一點 比較不會生病 我只能這樣講 接下來他們後續的吵架 我就只能說來下一位 我跟他說下一位 你變瓜哥了 下一位 他跟家也是類似的 對不對 因為我女兒一開始 從出生然後一直到兩三歲 他不太愛睡覺 然後或者是他很容易被吵到 前面 驚醒什麼的 然後他那兩三年 他就像是一個烤地瓜一樣 就黑黑的小小的 然後你也沒看到他長 一直到找到讓他睡覺的方法之後 他真的就開始一米大一寸了 那個對我來說 那個視覺啊 還有實際體驗效果很大 但是我們覺得大人真的很難 晚上九點就睡覺 但是呢 那個時候我就跟我太太講好說 我們都沒有辦法這麼早睡 但是呢 要怎麼樣讓小朋友早睡 我後來是找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我請我太太 就是花二十分鐘 譬如說他九點要睡覺 然後可能八點四十分 八點四十五分呢 他就陪著女兒到房間 然後呢 可能就跟他聊天 然後跟他講話 跟他 或者是講故事給他聽 就是陪睡啦 什麼的 然後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之內 孩子睡著了 再出來 欸 起來 出來到客廳到外面 要玩什麼 要追什麼劇都可以 我覺得剛剛因為做歌 有講一個 做歌 做歌 做歌有講一個隱存的部分 妳平常在家家做歌 不要這樣 妳要叫我叫王斗 好啊 我們在家是這樣角色扮演的 對對對 就有樂趣 有樂趣 好 接下來繼續來討論第三個 這是忍不住 就情緒勒索 一不小心 來 第二 雨帶威脅 就是我跟我女兒也是就是 形影不離嘛 什麼時候一起做 但是我真的很 看不下去 就是我辛辛苦苦做的 不論是早餐 午餐 晚餐 然後你吃得這麼痛苦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廚藝很不好的人 然後我都要很少去買菜 然後切菜備料 然後看YouTube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我才能完成一桌菜 妳懂媽媽的心嗎 媽媽想要妳吃得健康 妳至少表演得就是 好像吃得很愉悅這樣子 那有一次呢 我就是真的可能是前一 大姨媽要來的前一天 好可怕喔 我都會很暴走 平常我會忍 想說好 那不好吃就不要吃 我們點外送 但我那天整個情緒就上來 她跟我老公都吃得很痛苦 就是每吃一口就這樣 揍一下眉頭 然後再默默把筷子放下 到底有多難吃啊 然後我就把這一切看在眼裡 我說我從中午就是錄完影 因為下午啦 然後我去買菜 然後到晚餐 我覺得我也是要上班 然後要工作 但我還是盡力準備 妳們為什麼要這麼痛苦 然後完全不給我面子 好沒關係都不要吃了 我就是冷冷的 然後把那三盤四盤 全部 我其實是要只丟菜 但我真的太生氣 我整個盤子都丟了 我丟到垃圾桶 就手滑 然後一個 兩個 三個 然後其實我有點下不了台階 因為第一個已經破了嘛 然後我就繼續再橫一點 要演下去 對 演下去 然後第二個第三個就 啪啪啪 然後整個家裡就超安靜 然後說八八瘋了 沒有人擠出一句 瑟瑟平安這樣的話 沒有 我老公還擠了一句說 你是不是那邊要來了 這一句就 喔 因為他大概日子就是差不多了 我就秒怒啊 我就說 我就把剛剛話講一遍 我就說我今天下了班 然後買菜 然後備菜 我說 你們一定要這麼痛苦 我說這樣很傷我的心 我知道我不是廚藝很好 但你們至少演一下 這樣子以後我都不要做 我辛苦是為了誰 然後我就眼淚就飆出來這樣子 你不知道 我只不過就是難吃嘛 然後我就自己默默去收拾那個殘局 剪那些碎片 然後洗完的時候 我想說 其實我都還沒吃到我自己做 我只是看到他們的表情這樣 我想說有那麼難吃嗎 然後就把那個 剩下的那個番茄炒蛋 有一點那個蛋跟番茄 然後就剪起來吃這樣子 哇 超難吃的 因為我不是看YouTube學嗎 對 然後我就回看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我就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看的 然後她就啊 忘了加糖 番茄炒蛋一定要加糖 沒有糖就不行 不然只有酸跟澀的味道 然後我老公又超不愛吃蛋 他還就是很痛苦的 可是也不要再怪他們 其實那天剛好是情緒不好 就女兒如果不乖 或者講話對我不禮貌 對 因為她生日都會辦得很隆重 有一次爸爸說要辦 然後從五歲辦到現在九歲 可是她就是 我會用這件事跟她說 因為是一年後要辦生日 我就會跟她說 從現在到你辦生日那一天 如果你不乖五次 我會跟爸爸說 不准給你辦生日 沒有女兒也會來跟我哭出 爸媽說不得辦 其他的發屁 你至少要 就是講說 那沒關係 你做兩件好事就讓你辦 你至少要有這個條件辦 沒有 因為不要這樣子跟她 這我們剛剛在講情樂嘛 要有禮貌歸要有禮貌 可是生日趴歸生日趴 不要互為一談 偶爾我們夫妻也會站在同一陣線 像今年就是我女兒 應該是說去年年底 我女兒就 有一天就突然跟我們說 泰勒斯要開演唱會了 我想看 然後我們看半天 沒有台灣 最近的就是東京 因為我老婆自己也想看 所以他們就 弄好久 真的他不知道找進任何管道 然後上網弄 最後終於買到了 這個泰勒斯演唱會的票 東京的票 東京的票 因為我兒子說他對泰勒斯沒興趣 他更不知道泰勒斯是誰 然後我就說那我也不要看 我就跟我兒子在泰玩 當然媽媽的本色就會跟小孩說 那你就在這段期間要好好的表現 就跟雅雅一樣說 你這個成績要達到 成績要到什麼程度 然後怎樣 那我們就帶你去看 泰勒斯演唱會 但是小孩已經國三了 你這些話跟我們票不了他 他想說 你飯店 除了油腫到時候賣掉 對 你飯店 然後都進了 而且媽媽 油腫我們都不要去 媽媽 衝馬桶 反過來還勒索 對不對 媽媽每天你小孩還興奮說 Oh yeah 我要去看泰勒斯演唱會 就是媽媽 你小孩還興奮 所以小孩就會有點散漫 但這時候反而就是我會出 我就會跟他說 很棒 你以為你真的去得了 泰勒斯演唱會 票太貴 你爸爸捨不得 我也很想看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沒有做到 沒事啊 我去看 我跟你媽去看就好了 你們就在台上 他多善還不會相信這種話 然後我會覺得說 不會吧 你自己疼我啦 爸爸 對啊 對啦 是跟你媽拚的啦 爸爸斯嘉跟女兒溝通 一定是說 如果媽媽說你不乖 不乖你去看沒關係 媽媽不要去 我們兩個去就好了 沒有 最好 最好 其實我要為爸媽說一句話 沒有爸媽想要真的要勒索孩子 也是我們就是會理智線斷線 就會說一些 就是比較不理性衝動的話 那有時候是很傷害孩子的 像我很多個案就跟我說 他們聽過很最傷忍的就是那種 你不想要這個家你就出去好了 你不要當我的小孩 那你去當別人的小孩啊 把你送給那個誰誰誰養 這種會或是真的把孩子趕出家門 會讓孩子覺得 哇 所以這個該最愛我的爸媽 也不愛我 那我是不是不值得存在這個世界上 那他們就會有憂鬱 而且他們會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其實勤勒的話 我們盡量不要講 有一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有個TA溝通分析 那他把這些 劃分成禁止的話跟應該的話 就是你應該要好好讀書啊 你應該要有禮貌啊 你應該要更認真一點 那孩子聽了這應該之後 他就怎麼樣 就一直要努力一直要努力 然後他做了什麼好都是應該的 所以他就會很難放鬆 然後他也很難覺得自己是夠好的 那禁止訊息就是說 孩子其實需要媽媽的認可 這個禁止訊息有幾個 我講幾個比較常見 而且我覺得非常危險的 第一個就是 這個好過分喔 要是沒有你 我的人生會更好 這個很多人我常常聽到 要是沒有你我早就跟你爸離婚了 要是沒有懷你 我就不會跟你爸結婚 要不是因為你 我的身體不會這麼差 這個會讓孩子覺得什麼 我不應該存在 要是沒有我 我的爸媽會有多快樂 那第二個呢 這個就是不准你做自己 比如說像以前有重男輕女嚴重 就會說如果你是男生就好了 或者是說 你怎麼不像隔壁的鄰居 你考見宗北女 你怎麼那麼不會念書 或是跟自己的手足比較 這會讓孩子覺得怎麼樣 我不能做自己 我不夠好 我應該要跟別人一樣 那第三個呢 這也是蠻常見的 就是你不可以有情緒 而且這個還男女有別 就是男生的話就會跟他說 哎呀你怎麼那麼愛哭 男生這麼愛哭真沒用 對女生就說你脾氣怎麼這麼壞 那麼兇以後嫁不出去 所以就會讓孩子覺得說 我的情緒是不對的 我應該要壓抑我的情緒 我遇到小孩子遇到挫折就要哭 這件事 他們一點點挫折就用哭來打氣 男孩還是女孩 就我女孩 我會不小心講出一句話說 我真的不懂哭有什麼幫助 哦 我是發自內心 但我知道這句話也是 你都會哭了小孩怎麼會不能哭 可是他們是為了就是 很無聊的事情 小孩那個情緒的那個 對啊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我都會說你哭趕快哭 哭一哭你會覺得好像比較舒服 然後接下來再來看要怎麼做 佩甄剛剛講得很好 就是你要先認可她的情緒 認可情緒跟認可行為不一樣 那看到她在哭的時候 我會說你標記她的情緒 我知道你好傷心 我這件事情讓你好難過 然後這個這樣就夠了 然後之後再去想 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哭這件事情是需要爸媽 當你同理她的哭之後 她可能很快就會聽 當你越跟她說不能哭 她就越難過 對 或者是就是說 她現在正在一件性 哭得很難過對不對 你講一件你自己更慘的事情 你哭到別再看一看 她就會覺得說媽咪 妳好 妳很棒 媽咪妳不要難過 兩個都哭在一起 就好了 妳講這個事 夫妻之間爭吵也是一樣 對 如果比方說佩甄罵妳 說 以前我會反唇相機 我們現在都不要 我們加碼罵自己 對 我是王八蛋 我會對父母 我孤日昌生 我愛人間 我愛人間 這樣我會乾淨 我會再沒用 講兩句 妳就在那邊製造自己 妳這樣啦 你什麼 妳不要正做起來 你做心就是笑的個性 對喔 真的 夫妻之間很多的紛爭 真的 老生常談的 就是說要用耐心 耐心永遠不嫌多 對 這樣好好的去溝通 對 而且家家真的是有本難念的經 有時候真的是一些小事情很容易 因為是家人就放大 其實就是大家要學習的更多的方式 讓自己進步 然後家庭更和諧 今天真的太精采了 如果你還意猶未盡的話 記得上我們真心分享 小鈴鐺的YouTube 帶來搜尋我們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Together forever 小鈴鐺